取得容易的材料 第二個 一定要有地基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 上面是鋪一層而已嗎 不是 向下挖一個溝 然後把石頭填下去 當作地基 好 那個用沙子 對不對 沙子的密度好 還是石頭的密度好 硬度來講 硬度跟密度 石頭比較好 所以鐵軌要在一個穩固的地基上面 所以就用石頭 石頭不是撲上去就好了 還要把它 紮緊 所以我們 看到的石頭的地基 是把它的密度紮得很緊 好 才要鐵軌鋪上去 還有剛才講的 第三個 下雨會怎樣 對 那用沙子呢 用泥土呢 會積水 會積水 石頭排水 所以它有排水的功能 還有火車過去 剛剛說有噪音嘛 對不對 它會震動 還有減低噪音的功 減低噪音 還有防震 所以有四種功能 好 剛剛那個小朋友 問得這麼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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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什麼問題呢 他有去研究問題 他有去研究問題 但是